街市和大街要找A出口 去封之塔 和大街的街市 都在A出口去 有很多景點可以走 坐街道去香港也行 就是利東站出來的 各處地方都有紫線 紅聖廟右邊 封之塔左邊 紅柱地鐵站出來 先走過這一邊 這條街保留了很多 船隻用品是賣的 在城街一路走過來 順風快遞 再過來衛豐街 休憩花園出來 轉角位 就是明發肥婆海味雜貨店 然後就會有些水上人 自己把海味交來這裡賣 很多時候都會找到一些很棒的東西 好像這裡的蝦米就是了 海味店的對面 順景角這個位置 就有個波忌魚蛋 這裏有很多類別 有炸的 有不炸的 有些是頂級的 這裏有魚皮 是這麼多 這是魚皮 從橋進來 上面那麼高的屋 那這裏下面 這個大街 就低了一層 也有小车车进来的 街的尽头还有五旬节圣洁会 过来这边就是公园了 跟上面下车,这里也有过山车 下来这里下面,这个海皮边边的 鸭利洲公园 挺有这个海皮的感觉 真是好像水上一样 这些种花的花坛,挺有味道 里面小孩的游戏都跟航海有关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些海盗船 航海当然要有灯塔 这里真的有灯塔 外面就是海边 对面就是香港仔,很近的 一路过来,狮子会又整了一只船 哇,中国式帆船,挺有气氛的 这边是海边 最靠近岸,这里是一条航道 很多船都在这里经过 这边沿着海滨有条布道 这个长楼,真是很舒畅 这边有帆船 远一点,有只龙洲 符桂圆 旁边还有龙洲椅 可以慢慢坐下 看看这个龙洲 这个各样的细节 百年历史 这边,少有在龙洲 在龙洲 龙头那边 在龙洲 旁边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细节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靠背 被人打锣打鼓 坐在这里 箱都很长 龙洲的制作 的长情 躺在这里 鱼叶龙 哇,现在一路数 都不知道多坐多少人 现在由头走到尾 都要一分钟 你以为走完尾? 没有久 还要去那边 一路 才是龙洲尾 有头有尾 这个就是龙尾 在龙尾 看过去 可以坐船仔 观光 水上那些 横水岛呢 就两个二人钱 就有得坐的了 洗手间 洗手间都特别过人 不过 趁一间庙 又很像样 哦 看一看一看 这就是很出名的 雄姓公 哇 有两支帆 真的很高 很高 这些石 应该是历史层积 来的了 回到这里 新的碑机 放了些龙洲的头 上面的公仔 我想一定 来头 都不简单 漂亮得多紧要 一弯 果然在这里 在蚕峰 旁边的雕刻 都很漂亮的 都有公仔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煮 很可能是当年的木柱 留在这里 了 这就是 就 你 你 这就是 你 我 走就走吧 這裡發現了一個 好像以前別人唱龍舟的東西 宮水二十九年 可能是用來出秦的 跟兩邊的公仔非常漂亮 紅聖廟上來 旁邊已經是鴨利洲市政大廈 如果出站馬上出來 就會來到這個鴨利洲風之塔公園 開始沿海走過去 走到一個大灣 到那邊最遠 就是風之塔 這個帳篷很有趣 做到像船一樣 旁邊真的有水 好像浪在沖 旁邊這棵古樹就很厲害了 這個生長的形態 裡面就是水月宮 放在水月 ему來 我們有一個影響 風之塔公園 也想很開心 不會再試一件事 做出雲呢 我知道 要有了 營友 原来有一条街的公园入口 这里有很多介绍香港仔特色 当然是捉鱼 这里讲捉鱼的方法 刚才捉鱼的方法 会捉到这些鱼的 你认识到多少种? 用拖网来捉鱼的船 下面是固网的 刺网的船 然后这些是省钓的 用的鱼具 同时生活 操作 在诊所这边 过来有麦当努 然后这个公园又有另外一个入口 就好了 这里有一间鸭尼州诊所 也不少得 这对欢喜冤家 维康隔离 一定要有百佳 这个传统的鱼食 一定要来找这家士多了 一定要来找这家士多了 这个传统的鱼食 一定要来找这家士多了 我一直都问他 之后 我一直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